小胆子 這個公仔在布達佩斯找回來 這個類似德國鮑喉時期的設計 再混合日本的木柄 造成一個水壺 這個是西藏12年前 那時沒有青藏鐵路 有一個記者走了去拍的一輯相 我叫阿豹 我現在是堆田區Rubish Bee網店的店主 人家叫我垃圾婆 我讀書期間去了英國交流 除了倫敦之外 我也有去北歐、意大利、法國、德國等等 我每次去一個新的地方 第一時間我會先找跳組市場 買了很多vintage的東西回來 我媽當時說 你又買這麼多垃圾回來 每次都在罵我 我見到外國很多 例如日本、歐洲很多跳組市場 拿自己收藏或家裡不等的東西 可能只差一步就送去堆田區 拿出來買都應該過千件 應該不試 每買一件東西 我自己都有相似的物品 我才會捨得拿第二件出來買 我看到有時包裝很漂亮 可能其他人會無視它 但我會不停打開一些東西看 有時打開是見到一百年前的舊菲林 一本寶平平無奇 但原來是幾十年前的一些地圖 同一檔 我就可以一至兩個小時找很久 好奇心 而且我不怕骯髒 不停地找 我那一刻看見漂亮 未必有實際用途 我都照買回來 如果真的用不到 我會收藏為主 因為它真是一些工藝的東西 現在已經蒙了 我每一件物品賣出去 我都很認得它 因為我真的喜歡收藏回來 我以前是讀poly的 我們學校附近 有個叫做天光虛的地方 就是很多婆婆 拿他們自己私藏的東西出來買 有些人為了sharing 甚至送給你去做 我想為何外國可以有 但香港為何沒有這個文化 或者比較少 可能是公公婆婆才去做 �圍 resistance 我會碰到甚麼香港 真的要沒有